我们将要播出的是《文明之旅》 他是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 游走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虽然人生中大半时间是在做工程师 却在实验室之外拥有丰厚的人文素养 他游历海外三十年 足迹遍及亚欧美威 对各种文明如属家 东亚西亚和东欧 其实是现在世界上很重要的地方 也是历史上和人类的文明起源的地方 他有行者的胆识 学者的睿智 文人的胸怀 他跨越了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界限 着力推行中华文化 文化的载体一定是语言和文字 语言是单音字 是用方块字的形式来表达 他在美国加拿大执教二十余年 却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思索和眷恋 我心目中的将来中华文化的发展去向 第一个就是要对自己的文明 有自豪也要有反思 第二个是任何让其他民族的文化光辉灿烂 有好多东西我们都愿意借鉴 他穷文博理 容贯中西 节目现场初考成章 从容应对主持人难题 能不能请张教授呢 现场即兴为他牵上横批 假如我不谦虚的话 我的横批叫做当之无愧 假如我谦虚的话 我的横批叫做但愿如此 他为什么对世界各国文化兴趣浓厚 他对中华文化有着哪些独特的理解 张信刚游走于文明之间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文明之旅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的文明之旅 我是杨瑞 我们身边并不缺乏 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优秀人才 但是几十年来 一直游走于各国和各文明之间 不遗余力的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博士 他的奇特不凡之处就在于 他本人是土木工程博士 同时又是生物医学博士 那么为什么他在香港期间 被誉为是文化校长呢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大屏幕 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角 他是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 一位游走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 诗意行者 虽然人生中大半的时间 是在做工程师 却在实验室之外 拥有丰厚的人文素养 和广泛的海外游走经历 他就是被誉为文化校长的张信刚 张信刚1940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八岁离开大陆 从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 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 任教二十余年 他通晓中英法文 曾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 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 虽然以理工立业 但他在文化领域也游刃有余 他经常对社会文化教育等发表见解 出版了尼罗河畔随想等数本散文集 在海外生活将近三十年的张信刚 1990年选择回到了香港 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了十一年校长 他着力推动中华文化教育 组织两岸三地学者 编撰中国文化导读 为青年学子提供中国文化基础读本 他在电台主持人们节目 张信刚随想曲 广征博引 阐出了自己在世纪交替的诸多思考 他举办的城市文化沙龙高旁满座 可谓群衔避志 白仙勇 汤一介 李欧范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土耳其作家 阿尔罕 帕穆克等 都是主讲嘉宾 张信刚游历世界 找寻各种文明兴衰的轨迹 他相信科技与文化可以融合 东方与西方可以相互学习 他带领学子游走于世界文明之间 更希望复兴中华 更希望复兴中华相亲于明天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 香港前城市大学的校长著名学者张信刚博士 有请 欢迎 张教授 看您这个短片的最后结尾处特潇洒 但实际上我更感兴趣的是您广泛的游历 特别羡慕您能够从亚洲 中东 非洲 然后北美转了一大圈 而且你看你身边摆了一大罗子的地图 跟我们讲讲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这样一种非常不俗的习惯 这个兴趣 又是去了哪些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国家 的确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去的地方比较多一点 其实是金玉让我这样的 不是说我有志于游走天下 像许侠客 说我要把走遍全世界的名山大川 不是这样的 我是台湾在大学毕业了以后 因为我的父母在艾塞俄比亚工作 我是资深在台 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对于资深在台的人 不愿意给留学签证 所以我要办探亲签证去艾塞俄比亚看我父母 所以我是先朝西边走的 经过香港 曼谷 孟买 阿曼 就越旦的首都阿曼 贝鲁特 再到开罗 再到艾塞俄比亚 那我在那里两个月 跟当地的学生有些往来 也因此了解了一些东北非 非洲 中东一带的事情 非常简洁的 您能告诉我 艾塞俄比亚这样一个非洲的国家 给你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是 他们的文化比我想象的古老的多 他们的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据说统治者是从犹太那边过来的 第二 相对六三年的台湾来说 相当的贫穷 那么卫生条件相当差 这是我当时的印象 第三个 就是我跟年轻学生来往的时候 觉得他们年轻的学生 对于外面的好求之欲还是蛮高的 最后一个也是 现在我有点察觉到的 就是恰恰是那时候一个摘月 而那个省份是 它两种有基督教徒 有穆斯林 所以在摘月的时候 那么穆斯林需要守摘 他们这个之间 我在台湾的时候 是不会有感受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作息的时间 一年里面有一个月的时间 作息不同 非洲的这个部落的组成 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抱上长长灯的索马里亚 它还是有部落组成 就是人们一般心中最效忠的对象 还是以一个宗亲部落为主的 它没有一个感觉 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工作生活上有一部分游牧的 即使在埃瑟比亚 因为地形的关系 不是他们人本身落后 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 使他们没办法做出来 不要灌溉或者怎么样 所以它有一部分是耕的 一部分是木的 耕跟木之间 偶尔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文明的冲突 从我的总观察里面 欧洲人到非洲去 当然是最早是以殖民者的身份去的 从葡萄牙人开始 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文明带到非洲去 因此是非洲有了其他的发展的方向 也朝近代化推进了 他们觉得这是他的功劳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尤其是在去殖民地的过程中间 他也产生了把不同的部落 印给华侨县 把人家同样的民族分成两边 不同的民族这样子 引起今天的很多动乱 这些动乱是殖民主义的后获 您这一路的走来 我发现在您的游历当中 您对土耳其情有独钟 为什么 还是给予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 是生物医学工程界的 他知道我对历史地理有兴趣 他说我这么多人 生物医学工程师里 第一个能知道土耳其人的语言 是来自于蒙古高原的 是我 他说 所以他说你应该去我的国家看一看 我既在土耳其住过半年 在海峡大学半年 海峡大学就海峡上 我的住的地方在海峡的西边 就是欧洲 我上班的办公室就在海峡的东边 就在亚洲 所以我一天来回欧亚洲两次 那么我就知道 当初古时候 希腊跟波斯的对峙 就是东西的对峙 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 古希腊的和希腊化时代的 好多文明的考古东西 都在今天土耳其领土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后来再过一阵 拜占庭帝国 跟波斯帝国 有这个来往和对峙 以及我们这个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上许多的货品 都是经过那个地方 经过黑海的北岸 以及经过土耳其的南边一点的地方 今天叙利亚的地方 传到欧洲去了 所以那真是东西交汇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土耳其 在最近500年里面 曾经是一个奥斯曼大帝国 曾经是跨欧亚非 北非的图尼西亚 包括摩洛哥 都是北岸 北部都是奥斯曼帝国的 19世纪的时候 他们有丧权辱国的情况 有跟外国借债的情况 有领事裁判权 有这个等等 就是跟我们念的中国近代史很像 到了1922几年 一次大战之后 他们出了一个 他们的民族英雄 叫做 他提出来的一个政策 要改变 所以他放弃了帝国 那跟中国的一步一步 展开了恢弘的世俗化的一场革命 跟我们中国的 从洋务运动到 到这个戊戌政变 到辛亥革命 到后来的一系列的改变 是有相近的地方 所以土耳其 除了是文明始源 也是东西文明交绘的地方之外 又是中东最重要的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外 跟中国有相似的地方 我早些时候听您讲过 中国的学者虽然很了解 一般意义上的西方 和世界其他地方 存在着知识上的逆差 相对于西方 对我们的了解来讲 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学生 对于喀什以西 和维也纳以东 这一块地方 似乎形成了知识上的真空 是的 多半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面 对于因为最近两三百年来西欧比较强盛 也是从海道来跟我们 来陆上跟我们来 甚至四百年前的利马斗 就是从海上来的欧洲人 西欧的最西满 意大利那边来的 所以我们对于欧洲比较知道一点 但是对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就不知道了 中亚西亚和东欧是什么地方 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准确的 就是卡什以西 维也纳以东 或者是多脑河以东 那么这一块地方 其实是现在世界上很重要的地方 也是历史上和人类的文明起源的地方 都包括在内 但是我们的知识结构里知道少一点 要是知道的话 也是知道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起名 起源 知道埃及是很古的 对于德国哪个皇帝 对法国哪个皇后 对英国什么将军首相都知道 但对这些地方知道少 您走过这些地方 讲到了土耳其 埃塞瑞比亚美国 您还去过印度 去过埃及 对吧 我希望您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些游历 有哪些特别发生深省 如果要是能有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更愿意跟你一块分享 好吗 那我要考我地理了 这个这是北京 那我是从这里出发的 这么一路绕岛 这样子经过这个是孟买 到这个 这就是土耳其 这绕的 这是叙利亚利巴嫩 埃塞瑞比亚的照号 非洲之角 非洲之角 这个地方就非洲之角 今天这个海盗猖獗的地方 就是就在这里 海盗非常猖獗 在这个地方 海盗猖獗 今天 当时没有那么危险吧 没有 那是亚丁 那时候是属于英国的 那时候野门 有芬兰野门 北野门 然后我就这么沿了这个路 去了希腊 到了这个 希腊的这个 奥林匹克山 然后到了意大利的罗马 然后到了苏利市 就是瑞士的苏利市 然后到了巴黎 我打断一下您张教授 我有很多问题问您 您刚才这个光标游到了希腊 我去采访过 我在雅典采访过 希腊的总理 卡拉曼利斯 他说的 在北京就像在雅典 你翻开大街小巷 每一块的石头 底下都是五千年的历史 您去过希腊 您感到那里的人文的氛围 人文的含量 跟中国相比 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当然了 都是古文明 而且从耳濡目染 每个人都会知道一些古老的故事 比如说希腊小孩 几岁就知道伊利亚德 奥地赛这些故事 就是这个飘荡啊等等这些故事 就像中国的小孩 对三国啊 对什么 这个风神榜啊 都知道 是一样的 类似的事情 你继续说 好了 那么我 然后从巴黎坐飞机 就坐了 越过大西洋 就到了这里 那么我在这里生活了28年 再回到香港 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对土耳其 为什么这么情有独钟 说情有独钟的话 也不是准确的 就是土耳其 它的重要性 我已经刚刚说了 可是去了之后 变成对它情越来越重了 比如说 我曾经在土耳其 自己一个人游览 我有一回坐出租车 在伊斯坦布尔 就把手机落在车上了 回到宿舍的时候 电话铃响了 是一个土耳其的教授 是我一个同事 说你是不是丢了一个电话 我才说 我是 你怎么知道 他说那个司机 看到你电话之后 看到一个土耳其名字 他就说 这个人肯定是土耳其人 就打到那个教授那里 所以我今天用的电话 就是在土耳其 没丢掉那个电话 路不时宜 夜不闭户 特别令人想往的那种 理想大同的和谐的社会 我们用掌声感谢土耳其 十惊不昧的朋友 从土耳其 埃塞俄比亚 埃及 到希腊 张信刚 不及西行 感受着不同文明的独特文化 对各种不同的文明 产生了浓厚敬感 中东这个地带 事实上 是西方人的文明的 几十年以来 张信刚的足迹 遍及亚非欧美 海外游历几十年 他对各大文明的发展轨迹和历史 如首加珍 更有自己不同的观察 中华文明其实是很开放的 兼容性很高 一直文化近来 没有什么受到启示 反而往往融合了 用过不同的文明 走过不同的地方 他对中华文明 有着怎样的思考与理解 在他看来 各种古老文明之间 有哪些相同和差异之处 张信刚 游走于文明之间 更多精彩内容 文明之旅 正在播出 接下来 你们对世界的游历 尼罗河畔的随想 咱们随想到哪了 尼罗河畔随想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那本书 它是杂乱的 没办法找到一个主题 恰恰是我 因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开罗大学 做这个学术访问 那么在尼罗河 我就住在尼罗河边上 天天能够看到 这个尼罗河 从我的这个脚底过 我就想说六七千年的历史 就这么流过去了 那么这个希腊人也说 河永远是不固定的 尼罗河是尼罗河 水就不是同样的水了 我今天张信刚 等等等等 有这些随想 我就用了这样一篇文章 过他的题目 开罗大学就离最有名的 基佐金字塔 只有开车不过十分钟 离人面诗身像 也不过十分钟 埃及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 除了古老的文明之外 他们的曾经有两千多年 一直到今年 最近一九五二年之前 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 埃及本土人 没有掌管自己的政权 从亚历山大征服了他 就是希腊人管 后来是波斯人管过一段 然后去拜占庭的人来管 后来是阿拉伯人管 管到某一个程度 土耳其人 1957年开始是 奥斯曼人 土耳其人来管 一直到18多少年 是英国人来管 管到1952年 才埃及真正本土的人 拿回自己的政权 所以这样的古老文明 有这样一个沧桑和颠簸的历史 跟我们中国就很不同 您看看各位 我们一位是学土木工程 和生物医学工程的教授 在这里对历史 各大文明的发展的轨迹 如数加珍 是旁征博隐 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 问一下我们在场的这位美国朋友 Professor Zhang Xingang briefly introduc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pyramids in Egypt the Sphinx in particular but he was one step short of explaining clearly let me have y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is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Egyptian civilization well the Sphinx is a famous symbol obviously what it's become symbolized is that there is history stands the test of time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all relate to no matter what culture you are on the planet you see the Sphinx you see the pyramids and you say humanity has a common heritage we don't all claim direct heritage from the Egyptians necessarily but they are this symbol of history itself and we come out of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that was in the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gion and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separated into different race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but I think it's fascinating very good point 非常感谢Brandon先生解释 他对狮身人面的理解 张教授我的问题是 女娲普天在中国家喻户晓 但是呢 女娲是人面蛇神 那么是狮身人面 那么把这两个重要的文明的符号 放在一起 你对这个当时人类 对于这个文明的理解 对于人自身的理解 你有什么自己的判断 刚刚这位美国朋友 说到了文明的摇篮这个字 cradle of civilization这个字 我就从这里说起 好吗 如果你把它一切的世界的文明 分成几类的话 其中一类就是绝对是以 美索不达米亚 地中海 这个叫fertile crescent 中文叫做水果万月 新月在伊斯兰文明当中 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个地方 crescent 西方的欧洲人 他们溯源于希腊 而希腊绝对是文明 是从那边过来的 因此呢 中东这个地带 今天看来是战火纷纭 但是呢 但事实上 是西方人的文明的摇篮 可是因为 中国是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 隔着一个塔利木盆地 隔着一个波米尔高原 所以我们的文明呢 就不是直接源自那个地方 我们中国对于天地的制造 天地的来源呢 说盘古是挣脱了一个东西 上面就是一半就是天 下面一半就是地 这是我们的神话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余金 对了 所以呢 这是中国的在 对世界 对自然环境 对这个天文地理不清楚的时候 一种神话 正有如埃及 有埃及的神话 这个美苏波达米亚 有美苏波达米亚的神话 可是在中东那个地方的神话呢 慢慢在四千多年前 就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 就Abraham 他就说 其实只有一个神 他用七天的时间造了天地 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共同的信仰 就是这样造天地 而我们中国呢 有这个有另外一个 比方说 我们有这个山海经 对于 所以 这文化中间是有不同的 但是都是一个必然的 经过的阶段 它是1639年印的 1601年立马斗到北京的 所以立马斗到了北京之后 曾经替明朝的政府 替万历皇帝 做了一个昆鱼神懒图 这一张地图对我说来 是说明了 在1639年 也就是牛顿 发明历学三定律的前几十年的时候 欧洲的文明 本来在中世纪相对落后的时候 经过了文艺复兴 以后 他们就勃然兴起 在到了世界各地 到了南美洲 到了马六角海峡 到了周中公共珠江口 1534年 葡萄牙人已经占领了日本的长崎 那么1639年时候对世界知道很清楚了 而1639年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明朝末年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图的 也不但不知道地图 这个地图上内容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福桑在东边 西域是知道的 这个内容不知道 经过这三百多年来 这个经过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我觉得位于太平洋兵的中华民族呢 现在追上了 中华文化的特点 能不能非常耀眼不凡 简单明了的给大家做一个你自己的归纳 我先说一个小小开玩笑的话 我如果很容易地就答应我说能做的话 这已经不符合中华文化 不够谦虚 我不知道这掌声是鼓励你 谦虚还是不谦虚 你还是想来谈 要我谦虚一点 还是不谦虚一点 这个问题 问题不是没想过 当然博大精深 五千年这个渊源流长 这句话大家都听过 这样的一个文化 要坐在这两三分钟 一两分钟讲出来是很难的 我想不如我说有几点吧 第一点是文字和语言 文化的载体一定是语言和文字 语言是单音字 汉语不论什么地方的方言 就是你听不懂的那方言 也是单音字 一个音阶一个字 第二 这个语言是用方块字的形式来表示的 周围的地区的民族 也甚至受了我们影响 它明明不是单音字 它都用方块的形式来表示 都有西夏的文字 七单的文字 包括现在的韩文 都是基本上方块的文字 所以语言和文字是绝对是特点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天人观和伦理观 比较更注重今世 不去多想来世 也不去追寻前世 比较少 当然佛家等等是有的 甚至道家都有的 但是儒家思想是会鼓励入世 对 比较是注重今世 这是天人观和伦理观 天宇宙观和伦理观 第三个呢 是审美观 刚刚那个图像 这个现在的音乐 这种意境 意境这个东西呢 是说最美的感觉呢 又像真实的 又有点虚无缥缈 又不是真实的 简直是跟现实完全脱节的 这是一种意境 这种审美观 我觉得大大的可以宣扬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这种意境呢 在其他的文明中少见 这种审美的观 审美观是另外一个 假如再说一个的话呢 就是人的气质 谦虚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想说的是 比较不过分 不极端 一般说来 在中华文明里面 不鼓励 不提倡那种 极端的 过分的 绝对自以为是的 不容许意志文化 渗入我们文化 这些东西 比较中华文明 其实是很开放的 兼容性很高 意志文化近来 没有什么受到提示 反而往往融合了 这就在这一层 最后一层呢 就是我相信是对宇宙的 这个和谐 人和人之间的和谐 人和自然的和谐 人内心的稳定 沉静 比方我们有很多字 用英语分不出来的 不容易分出来的 比方说 宁静 这种 很多这种字 是中华文化一部分 大概说来 这是几个特点 我不能说 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但是还有 社会行为上 比如说 对于老者 贤者比较尊重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是 的确是中华文明的 比较特征 他在美国南加州大学 加拿大迈基尔大学 等高校任教二十余早 却在知天命之年 选择回到香港 开始人生的另一段 我自己的文化认同 我自己对 这个香港 这个中华文明的 中西文明的 教会之地的向往 以及对香港的 未来的一种憧憬 使我回到香港 他不遗余力地 推动中华文化 对年轻学子 有着阴阴期盼 他穷文博理 荣冠中西 节目现场出口成章 从容应对 主持人的难题 那么请张教授呢 现场即兴 为他牵上横批 假如我不谦虚的话 我的横批叫做 当之无退 假如我谦虚的话 我的横批叫做 但愿无其 他为何致力于 让青年学子 了解不同文明 他对将来 中华文化的发展 有何准思考 张静刚 游走于文明之间 更多精彩内容 文明之旅 正在播出 我非常惊讶于 您这个渊魔的知识结构 您的老师 有一句话 就是很不 很不能理解 您怎么转向了图木工程 因为您的作文水平 还是不错的 写了这样一句话 君乃金国济世之才 奈何以砖瓦图木为之 看一下张教授 给我们写一下 您这个 我的父亲 喜欢讲一些民族 语言 不同的民族 哪个阿尔泰语系 是什么 通古私 语系是什么 等等的 同时我母亲是满族 所以她就常常说 你们满人怎么样 就跟我妈妈开玩笑一样 所以我慢慢对 中国的不同的民族语言 有兴趣 所以可能受家里影响 中学的时候 可能受老师的影响 中学的时候 有一回 我大概做了一篇作文 那个中 老师 他每一篇 每个礼拜会拿一篇 上个礼拜的作文 念一下 我那篇作文 老师念着念着哭了 就表示我写的不错 所以我受了影响 可是今天没有一本书 没有一份资料表明 您是这个长时间 几十年从事于那样的功课的研究 1990年正好在香港 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学 叫香港科技大学 那么我呢 就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我自己的文化认同 我自己对这个香港 这个中华英文明的 中西文明的 交汇之地的向往 以及对香港的 未来的一种憧憬 使我回到香港 担任香港科技大学的 工学院的院长 即使那时候 我也还是做工学院的事情 是到了1996年去香港城市大学 做校长之后 才不知道把原来 一直从小以来有的兴趣 只是没有时间充分发挥的 对人文地理历史 这些兴趣发挥出来 看来您到了香港城市大学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后急勃发 自己在潜意识当中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我们谈文化融合之前 张教授 这里边有一个直接的问题 就是说工科和理科 文理相容同时 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不是特别一致的 文科的学生 一般是必行学 艺术细胞比较发达 看问题比较浪漫 那么文科的 理科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要相当的缜密 非常的逻辑 极为的理性 可是这两者 荣誉您一身 我就感到纳了闷了 怎么可能会成就了 您今天这样 净水深流的样子 让我们感觉 不是你说的这么 截然二分法 我觉得人 每个人脑子里面 都有足够的细胞 据说 我据说每个人一生 只用上他百分之五的脑细胞 所以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脑细胞 只是看机会 看兴趣 看有没有自我的一种鞭策 有没有诱因让你自我鞭策 所以我对文的东西有兴趣是从十几岁开始 甚至小学就开始 只是我念书是念的台湾大学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工学院 西北大学工学院 教书在这里工学院 但是这种两种是不是互相抵触的 至少在我身上 我不觉得我有任何时候觉得说 我有迷惘的时候 抵触的时候 对我说来是污道一以贯之 污道一以贯之 就是我对事物的兴趣 我自幼养成了对什么事情发生兴趣 然后也有一定的追寻 要有一个值得上去 这你自己专业的东西 但是你下面 要有一个很比较广阔的基础 你什么东西都涉猎一点 我就觉得说 每个人都最好能够有一大 一大横 这横很长 一竖越高越好 当然看机遇 看造诣了 在您的知识结构里边 我发现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中西交融 第二是文理互补 说到这 您有一位非常喜欢的 大陆区的艺术家画家 叫袁运生 是吧 对 他画了两幅画 放在你们香港城市大学的教学楼里 是不是 是的 这个一幅画叫夫子琴丝 另外一幅画叫万户飞天 对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两幅画的主题 它的寓意在哪 好吗 我觉得学生们必须有一个比较广阔的思维 和一个对人文的情怀 所以我就请他做 夫子琴丝 你看得出来 是把现代化的画法来表现一个传统的主题 下面一个万户飞天 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位一想天开有创意的人 他叫万户 他就想说飞天 把一个椅子四条腿上都绑几个抱住 然后他就想一冲就冲上天去 他这个时间跟达芬奇是差不多的 达芬奇也想升天 就发明鸟翅膀 做了一个鸟翼鸡 但是万户也没成功 达芬奇也没成功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到现代工程 没有学流体力学 我从来都觉得学生应该有更广 就是这个 我还是这个一杠一横 从来都希望加强这个 中国的教育 从我从小 以及到现在的观察 仍然是老师的师道尊严比较强 因此老师一般 他们把学生还是当做一个要把着手 拿着一个小吃羹来去喂的一个对象 可是在美国的整个社会制度下 他因为给学生很充分的自己表现的机会 因此最差的可以差到一塌糊涂 但最好的可以好得很好 在很好的情况下 这些人所创造出来的知识 财富和思想 就能够带动整个社会 这个是我一个比较 可能是过分简单 但是我在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 差不多正好一半一半的时间 让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印象 说到您的知识结构 说到您这个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游遍了各主要文明 及文明中心 您的朋友送给你了上下两联 不知道是不是浓缩了您的知识和您的游历 叫 月欧历美 急返湘江城炉 论道显人生 上联 下联叫 穷礼博文 学贯中西 信坛 传经 张风采 是这样吗 不知道是哪一位写的 对 如果是说我的话 我愧不敢当 他当然点到了一些 我从中间听到 点到了一些我的这个生 到现在为止的生命的经历 他后面那些评语 就是让我只能再激励 就在今后的若干点里面 希望能够做到他说的那样子 来 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一下 对 这是上联 这是下联的梦 其实我一般看到对联 或者是春联 我特别看完了上下联之后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横批 能不能请张教授 现场即兴为他牵上横批 假如我不谦虚的话 我的横批叫做当之无愧 假如我谦虚的话 我的横批叫做但愿如此 那也许呢 在座的很多 特别是学生 还真的就用不着远游远足 就可以了解世界文明 据说张教授 您在不遗余力的推动世界文明 有一个系列从书 是不是 我有这样的构思 就是说 中国文化导读已经出来了 再找一批世界上的学者 属于不同文明系列 类别的学者 共同能够做下来 你一个大纲 写一个世界文明的简史 或者简介 是作为一个大学生 至少是香港的大学生的 一个理解 一个 一个通识的课程 张新刚教授 就谈了自己的游历 也指出了我们中国的学者 甚至我们年轻一代的学子 其实有好多对于外界世界的了解的空白 这一点我想 有没有人谈一下 您对中国人知识结构这一块的了解 张教授您好 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在国外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之前也有去过新加坡 像日本一些国家 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国家 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该还是比较单一的 一切都是以汉文化为主 但是相比像新加坡 香港 包括像澳大利亚 我觉得它的文化应该就是比较多元化的 对外的交流 虽然现在多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相比起来 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可能还是要少一些 这是这样子 因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 在我们今天的中华大地这块上面 已经通过了很多时间的柔和和融合 变成了比较好像单一了 但是它的来源也不是单一的 比如说佛教的进入 刚刚讲到丝绸之路 佛教已经深入了中国的基礼 和没有一个人的中国的生死观和宇宙观 不受到佛教影响的 我们都有了涅槃的境界 不敢说 但是这是一个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很坦白说 我在欧美也看到 这个知识信息的不对称 其实真正说来 是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和兴趣要强 欧美国家的人 知识分子 对中国或者东方的了解要弱 但并不等于说 我们的知识很准确 已经很足够了 所以我自己想点评一下 像新疆人口结构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这国家里面 94%的人都是汉族 汉族它不是一个单一个部落 演出来的 是许许多多的部落 经过几千年的融合 这恰恰是说明了 我觉得的中国文化里面 有兼容性和包容性 兼容性包容性到了半 因为兼容光荣 就互相就混了 混了之后 已经把这个硬面软面 什么面都混在一块 融合成一锅西面 那这个面就是你说的单一 是经过了这个过程 可是在新加坡说的 它还没融合 还有马来的 还有印度的 还有汉族的 还有外国英国来的 所以四个东西都得用 因为它还没有融合 所以新加坡是只有两百年的历史 这边是几千年历史 因此这个现象是准确的 理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我想如果在座的各位 也想成为取得张教授 这样的学术成就 有他这样的一种 令人非常羡慕的知识结构 那么在知识经济的今天 在一个信息化的今天 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想请其中一位大学生 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张教授您好 我觉得就是今天听了您的演讲 觉得您真的是 就知识渊博 然后阅历丰富 从您身上学到很多 我就觉得您身上的这种好奇心 还有对知识的追求这一点 然后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然后向您学习 然后多去知道一些 就是像您说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知识的广度 同时也要有一个精度 好 谢谢您 我觉得这位同学 讲得很惊讶 我自己也觉得说 有机会 现在的信息世界已经很多东西 视频等等都可以给你看到 而且有机会去世界各地的人也很多 但是你要把心胸展开 愿意去了解不同的地方 这是最主要的 有求知欲 有好奇心 胜过你有一双很好的鞋子 或者是有很便宜的飞机票 所以我觉得你抓到我自己心目中的一种精钥 真正要对天地之间的大事情 对于社会的事情要真正了解的话 是要睁开眼睛 好开心胸的 您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语录 中国文化C两个加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这样子的 在电脑的软件里面 80年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脑语言 叫做C 后来这个C经过几次大改变之后 更有用了 今天到现在为止 做软件的人还都必须要学C 一个软件 叫做C++ 因为它是C的之后又强了很多 所以叫C加两个加号 我们中华文化呢 C是Chinese culture的意思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就是 这两个字都是C字打头的 Chinese culture 就是C 那么我借用一个万维网时代的 电脑的语言 这个字号 来表明我心目中的 将来中华文化的发展去向 第一个加号 就是要对自己的文明 有自豪 也要有反思 第二个加呢 是任何让其他民族的文化 光辉灿烂 有好处的东西 我们都愿意借鉴 一是外来文化 二十个学科之间 要相互融合 对 我们今天 从张信刚教授 富极远游 游历各国和世界文明之间 游走于各文明之间 最后回到了乡土 回到了对人的尊重 和对知识的尊重 我想呢 今天大家都受益匪浅 我们的文明之旅 这一期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光临 谢谢 谢谢 新虎归山去 五月迎春来 文明之旅春节特别节目 带你领略原汁原味的中国年文化 与国际上不同文明背景下的节日习俗 什么叫年呢 新年快乐 春节从何时开始又到何时结束 春节的日子大概有一个半月 腊巴开始是续曲 福字到底应该正着贴还是倒着贴 冯继才有个解释 他说借玩意儿不能贴在大门上 回家回家 是什么力量 让游子们越过千山万水 风雨无阻 回家团圆 不顾千里万里 不管风风雨雪 要奔回家里团圆 中国家里就一个孩子 所以第一个字要顾得不回家 有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帮帮帮 从新年序曲腊巴 到新年尾声元宵节 文明之旅带您饱览春节民俗风情 体验全面完整的中国传统新年 与国际友人一起过大年 希望我们这个叔叔是身体健康 每年我们跟他叔叔一起过年 文明之旅春节特别节目 近期播出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